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來,我們現在再來第幾個,我們現在來看,就是說 我們這個法律台灣跟政治的台灣 我們會來做一個比較簡單的這個認知 就是說什麼叫做政治 我們這個法律的台灣,因為法律是硬梆梆的 這個就是這個,兩就是兩 但是政治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名詞,一種是形容詞 那如果那個人說,你不知道這個政治的原因 政治簡單,就是在管理政人 兩個人以上,就是在管理眾人的事情 但是這個名詞 你如果那個人說的時候 還是說,我們要推動這個法律 還是要叫人來申請這個ID 你如果會遇到一些問題 我們沒有在插政策的,有一句話 誰做的都收工 我們也要上班的人來吃 這種人,要怎麼說,說一個比較難聽 那種人就是吃飽丹死的人 那叫做一個名詞 但是第二種的政策,這是一個形容詞 就是說政策是一種的手軟,手軟 譬如說,我們這個手軟 譬如說,我現在這個iPhone 6的出來 iPhone 7的是未來機 我們假設這支手軟的功能非常好 也不用再用手寫,就把它黏黏黏 我要在什麼程式上的,它就出來了 譬如說,有這個功能 但是一隻呢,無縮,幾十萬 你如果像我三個兒子 整人都買一隻 是不是要再買三十萬 三十萬,我們生活之前不太多錢了 是不是我們會跟他說,比較慢 等下手機iPhone 7出來的時候 大量都出來,比較俗 我們再來買 這就是一種政治的手軟 手軟 還有一次 因為我是太誇張,可以煮 可以煮這 所以說,如果我們國來的米索 我沒有在買 我都會去買那個,搜尋 有一個日本的超市 我都會去買米索 多少錢 但是那邊跟我們太太下 現在都買好了 要去,想買一些摯索 買一些衣服,買一些衣服 孩子的衣服 因為普通 年輕人的時候 亂來都會買手 到這時候 五十幾歲 我們在買手 那天跟我買手 我心裡想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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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搜尋 譬如說有LV的包包 那有衣服嗎 五個零 前面還有一個二 這樣多少 二十萬 雖然我有老花 但是一千五百 我看有 我說 你稍等一下 我去扁壽 他現在看有 奇怪 你是扁壽他會那邊久 沒有啦 我就寶寶豬 又在那裡小 好 那裡都要扁那裡好的 那裡沒辦法 我說 兩天 台灣民政府這正 我怎麼買多的給你 這樣好不好 好 當然也好 還有一遍 就是說 這個我們的洗衣機 派他去 十千年派他去 他說用洗太多 所以我禮拜回禮拜 我就去買 買那十五公斤的 一萬九千九 在全國買 買現在政府之後 要好回來 他剛剛還在跟人家說 有那個什麼 LG的四問 很大台 開在那邊說 你不要跟人家說 跟人家說要跟人家搬 現在那個小姐在那裡找 那夫婦小姐在那裡找 說不會啦 我說 我們要再稍微的英俊 這個村人兩個小孩都在打掃 都在外面打掃 那你就 會用一桌好了 我們台灣民政府 如果執政 我會買一台很大台 你如果滑的時候 也可以去裡面 休息 那小小都在笑 這都是一種的政治手軟 這是一種的形容詞 我們每一天都在用 我們每一天都在用 就像我這樣 小孩要愛什麼 你如果要給他 就是說我們說尊勝 這就叫做法理 法理是硬膨膨的 你說什麼 你就是要做什麼 但是政治 就是像中華民國跟美國 到目前這順 要再把我們富隆 歐隆社會 這就是叫做政治 這樣大家知道 來 我現在 稍微簡單 做一個解釋 讓你們大家想說 在這兩天來 你們所客的 你們是不是有一點 吸收的味道 高雄館市 這五度選舉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高雄館市可以合併 台南館市也可以合併 台中館跟台中市也可以合併 對不對 那是怎麼 台北館跟台北市 不可以合併 這有人住台北的嗎 有 有 有什麼 台北可以合併 一個人比較多 對不對 人是不是比較多 所以說要分做 新北市 不是 所以說 你們都沒有用心 跟它合併 來合併 剛才我們秘書店 有說兩點 本國際之後有說兩點 那兩點是什麼 對 劉王政府 不能就地合併 中安美國 是不是劉王政府 他劉王來在哪裡 對不對 修都 台北市 如果他可以合併 那位 是不是這裡都可以合併 對不對 這叫做 你如果可以合併 叫做就地合法 他不能就地合法 為什麼他出來選手比賽的時候 為什麼用中華台北 他要不要用中華台灣 對不對 在這裡的原因 他不能合併 他是個流亡政府 你如果看 那些衣 像我們班級的衣 是不是都是T G C C 就是這樣來 他不能就地合法 來 現在我們給它看 這個意思你知道嗎 不知道 安倍有說 台灣是日本的重要夥伴 這群的 入票一直貶職 對不對 貶職也很久了 貶職之後 這個國家 是不是會比較苦 但是對他們國來的中小企業 會有稍微打擊 有一個衝擊 但是 我可以跟你們說 這是為了台灣民進府 在做準備 副達人有說一句話 副達人知道嗎 副達人就是一個主播 那個算主播 他有說一句話 只要美國 點頭 就是大英 台灣回歸 日本 他們有知道嗎 他們是很清楚 我剛才有說過 剛才我們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受到這個 諾法的教育 教條式 跟洗條式 這樣 對國後 國中 國中 都說那個價 我們就是 大家都說價 就當作真的了 我相信你們今天 如果沒有在這裡 接受這個法例 我們都不知道 像我 就好 我在民進黨 二十六年了 二十六年了 民進黨的主黨 我們主黨還是什麼 民進黨的主黨 好好來講到民進黨 民進黨是當時建立的 在1986年 九月宜白 成立的 那是誰成立的 舊政國成立的 他要 愛錢 就有錢 要愛人 有人 但是他有說一句話 從這個體制來 你怎麼穩俗都沒關係 但是我們沒有錢 我們沒有錢 所以說 有的在外面的人 也有傳承說 你們就 市就高六千 就高 什麼高級版 還有一萬 其實這不是 台灣民進府 沒有把我們 這個 民進府的動心 收錢 是因為你們這麼大 都是這個農莊 這個主人 叫做游先生 他一些見識 你如果想說 那這樣香熱 要冷氣兩台 那兩台冷氣 要看你怎麼看幾十萬 還有傳承 那要花幾百萬 還有我們吃 吃要幾十多 雖然 是說這樣會吃 你們感覺怎麼樣 好吃嗎 我來這裡沒有三家吃 太好吃 吃了太多都會肥 你沒有運動 我看大家吃 我都吃得 津津有味 我又四盤 但是我太太說 你不要再吃 你太肥了 但是我慢慢 我們待會兒會說到 我有吃 禮夢 就是說 災棄起來 我都會喝這個 溫開水 跟威救 吃到水果 這個意思 就是說 如果天皇說的 台灣 是日本天皇的 是日本人的 民民的 意思是這樣 但是台面上 還不可以這樣說 這是八月二時 白日的自由時報 A六盤 李政緯說 台灣 有對疫 控制嗎 有沒有 沒有 李政緯說 有人這個報道出來 進前報道出來 說李政緯 你在老房間 李政緯先生 他也有受過 日本教育的人 他也做過 日本兵 他說他老房間 他是非常清楚 他做領土營 中華民國 體制的領土營 當然 他在那個當下 他不可以說 現在 時機 已經慢慢成熟 好感到他還沒翁星 剛剛說這些話 但是 在台北州 這個新聞情 我們這邊的新聞情 也很多 好像三禮拜就一千分 三禮拜就一千分 因為李政緯先生 他說這些話 台北都是什麼聲 中國聲 也是他 在那時候 做領土營的時候 很多他的條件 那一天說 一二十會 去請新聞情 以前 如果要找一個 他多要怕事 你現在 要拿去 就像 人家說 手心 就多要怕事 就說你去請就好 現在 媒體也有在報 我們的DM 也有分很多 而且 我們要再 在9月12日到13日 我們要再 六個酒 全國在遊行 他們都知道 只是說 還沒選佈而已 我們十月份 這個辯論 開始的時候 十一月份 會判決 如果判決 下來 就很快 在12月份 我們 我可以叫他選佈 中華民國國民的新聞情 這張要適合 如果適合要怎樣 是不是 明年的選舉就停止了 他選佈之後 他不可以去台灣 一點點以來 美國 他會把 這個 人 用特性基 載過 親全港 他叫親全港 飛過美國 一點點來就要走 他會做這個動作嗎 一定會做這個動作 只是說 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這要看你們是不是有這個警覺性 沒有 我們人所還不夠 我們的組織 我們都是政治素人 請大家有做過 這麼幹活嗎 沒有做過公務人員 沒有做過公務人員 很多 所以說政治素人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收分這麼多次 什麼專訓 專訓九次幾次 我們都要收分 這就是在教育 在教育 在教育 你像現在這個 之前訓練家 還有補專訓家 我們過公務官 我們是有職務 你要做議員 還要做內閣 要有那個訓練 不然就像我 長武 跟我們分組討論 這個動心說 好 現在美國 譬如說 百錢都要給你 給你議會 你議會要怎麼用 那百來不是三五十萬 那些都有剛才幾六億 幾百億 我們不要看過 兄弟錢 是不是我們可以說 沒有 這錢這麼多 我們議員很分裂 分裂 這樣 這樣可以嗎 不行 我們的法論 台灣民政法論有兩條 兩條 第一 你如果貪欧 公務人員貪欧 會怎樣 請殺 查到數十三天 我們就請殺了 你們這個 台灣基本法這張紅的這本 你們要好好看 你們要好好看 我們包括我們的意志規則 我們都有信過 因為這段就是軍政時期 軍政之後就是訓政 我們現在有在訓練嗎 我們現在就是在訓練 這個訓政之後 開始就是憲政 因為憲政 我們沒有憲法 但是我們的基本法 我們已經OK 都準備好了 等好我們這些人員 如果都折了 我們會跟美國說 我們都準備好了 就是等好美國 美國 點頭 蛤 辦公室 辦公室 你怎麼搞定 你可以用中華民國這個體制來 最好的見識 做我們的辦公室 對不對 你如果像我在訓練 訓練 訓練 管政府 我們可以經營來做辦公室 我們如果接到訓練 之後 我們就去經營 原山大飯店 做我們中央參眾議員的辦公室 你知道嗎 這個邏輯 你要稍微想想一下 因為這個商品 每個人都 都夾夾的 都嚇過美國了 我們如果接到辦公室 就是我們這個官員 那好 當然 當然是中央的 好來 我剛才簡單 簡單 簡單說一下 我們早上起來 我們是飯前吃水果 還是飯後吃水果 好 我們現在的觀念不錯 這樣大家身體會比較健康 我們在中央美國的高校 以前都給你們教什麼 飯後吃水果 這是不對的 因為你飯前吃水果 水果都有含多分類 就是抗氧化 抗氧化就是說 你如果拿來有毒素 你吃水果 你吃水果 它會把你製痕 就是抗氧化 肉的毒氣 會把你消毒 這樣對你的身體那一天來 的精神會非常好 我最喜歡吃鋒膏 我最喜歡吃鋒膏 因為鋒膏 你看看 這是鋒膏 對不對 我們這鋒膏的不太好吃 但是在美國鋒膏的鋒膏 是有夠好吃 但是不算 那時候美金是 31.63 那一顆 差不多50塊的台票 我在美國那裡買的 有夠貴 一條香蕉也差不多50塊 一條香蕉 不是一筆 那都很貴 他們那裡要種香蕉 香蕉比較不好種 都要種口 在這裡因為時間不太多 我跟大家說 盡量 晚上 吃比較少 差不多六分百就好 那個小的也不要吃了 我早上看我們鋒膏 在那裡吃 吃在泡麵 一問在咖啡天問 開藥味這樣 實在這樣 屁了有夠香 金不起又好 沒有啦 泡麵 晚上不要太吃 包括那夜吃 我這樣說 必須長說 你不要太說 你太說 你會拿鋒膏給你賺 因為你吃小鴨 小鴨如果長時間這樣吃 才有一天 尾眼十多來會找你 因為你長時間沒有尾笑睡 那如果晚上吃比較少 不要吃肉 吃盡量吃素材 吃這讓胃口睡 這樣 隔天你早上的時候 給你喝點溫開水 把胃口吃 這樣可以養生之道 對你的身體 絕對有幫助 也會減肥 還要最好的減肥 就是雷翁 雷翁很快想 很快想 你可以去買那個 無毒的檸檬 回來給它 冷凍差不多 三點鐘 在我們家用的冰箱 給它冷凍三點鐘 就給它破了 它的組織 我們要把它切除 那個檸檬裡面 維他命C 你把它切一切 用一個容器 把它抵 用一些蜂蜜 劑 就可以吃 你會覺得皮 變黃色的 那就是可以 切齊裡面的苦油 那是減肥油 會最好的 你如果在化療 化療有一種油 叫做阿彌菌 阿彌菌 可以治療 化療3%而已 但是你用這樣吃 用我像剛才這樣說的 那個功效 是多一萬倍 這是最好的減肥油 它是燃燒脂肪 不用什麼 拿那個農費錢 像我現在剩71公斤 我們這個78 慢慢有 比較散 但是我這個食欲上 我有稍微減下來 整顆 洗一洗冷凍 把它切一切 用一個容器 容器把它抵起來 你如果想說 我們全球 將近70億的營口 台灣兩千三百萬 既然就有三項 第一名 很簡單 藍政 第一名 跟 湯油煙 跟洗油漬 這個就是 舊心山和平條約 的簽約日 這個我們剛才有說 這是我們今天要說法例 最重要為什麼台灣的國際地位 我們無法 為了反對 議反對 要說獨立的 所以 這些人 如果有辦法了解這些東西 就是說 日本 他到底是放棄台灣的什麼會 這個最重要 第一 這個租販 Servanty 現在 這個水平 這個 一個 那 這個 我們 資金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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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要有領土的這個省筆 這是right 跟title 跟clang 跟application 這就是這個藝物 來 我們在這個就是我們和平條的第二條的V Atitle 4 我們有說過 日本 為人說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跟這個朋友 Fomosa就包括朋友 那這個日本放棄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反力名義和主張 這個主張就是一個宣誓權 我們住的這個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日本是不對的 是日本天皇的 我們是什麼人 你都聽得不清楚 大日本台灣人 大日本台灣人 要這樣說 因為現在這個新的日本政府 這個 他的領土 他的憲法裡面 不包括台灣 就是因為他不怕 在這個憲法 第四條到第九條 把他修改過 修改過了 修改那些人 但是他一直憲法 給他修改過 本地是新民 把他改成國國民 就是變成國民 他的憲法有給他修改 所以說 就不一樣了 所以說 我們都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沒有修出恩 天皇也沒有修出恩 我們就沒有修出恩 對於我們就是新民 我們比 現在的日本 政府這些人 我們比比較大 我們做內賞 他們叫做外賞 外賞他們收集 我們大兄 這憲法是要照憲法的 來 這個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 就是這三個 來 我們要比較這個 比較這個東西 歐戰的時候 義大利 他放棄索馬利亞 到底他是放棄幾項 義大利 為我們寫死 All right and title to Somaria 這個Somaria 他現在義大利 他放棄這兩項 我們為什麼要放棄三項 還是四項 我們再回來看 就是 因為他義大利 沒有Somaria 這個 right 他沒有這個clin 沒有clin 有頭前這兩個 right和title 這個clin 就是這個宣示權 上海哥就宣示權 四位設 美軍的第七感隊的大防風 現役的大防風 是不是降落在台南 對不對 他怎麼不降落在屏東 這就是 他有這個宣示權 就是這個土地 他鑒的 他當時要下來就是要下來 這媒體就補到一大堆 說什麼這個引擎 有冒黑煙 還是什麼 枯中 要降落台南機場 你想說 台南 有法度 這些 維修這些機械 他其實 如果在他這個地區艦隊 裡面 他這個鑒鑽裡面 都要維修了 對不對 這就是 這個宣示權 注定 怕去他這兩台火煙機 如果來 飛過蘇聯 這兩台火煙機會怎樣 會被打下來 不是自己 他會有這個領空權 一個國家 我叫你不能飛過來 你就是不能飛過來 這叫做主張 就是這個宣示權 來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我們這位 對這個 改稅要不太清楚 這就是 在美國 美國軍事政府 架構下的台灣民政府 這個 軍事政府 是要做什麼 民政府 是要做什麼 這個軍政府 他只是 他的履行的義務 他的任務 就是要保護 這個被佔領區 我們台灣 台灣人 會生命 財產的安全 這是軍政府 他所要做的 如果民政府 民政府 要做什麼 我們就是管理 我們的內政 包括我們的憲法 甚至 我們的稅金 應該是 我們在內政 我們在修的 但是 我們現在是誰在修 李王政府在修 被佔領區的人民 不必做兵 這就是今天 我們要遊行 我們有一個四個佔領 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日本是台灣人的祖國 第三點就是 被佔領區 人民 不用當兵 第四條的佔領 就是 舊金山和平條 唯一解釋 台灣國際地位 這你們有時間 可以參加遊行 很多人 你想 我們的新聞情 有請新聞情人 你有看到 新聞情裡面寫什麼 台灣政府對不對 不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的內政 我們如果都準備好 我們如果是 一切都正常化的時候 他這個民會撤掉 這就是代表 軍事政府 他要撤退 撤退的時候 這個民若撤掉 這個民若撤掉 這四季要怎麼撤 我們的新聞情就是要這樣寫 所以說 他非常清楚 不用我們的新聞情再訂做一次 這樣了解 不然你們在議外的時候 路邊結論這麼停的時候 會撤退那個代理酒 是不是嚇台灣政府 對不對 你們影響沒有 你議外跟大門走進去的時候 那還有什麼台灣民政府 那如果不知道 會說 這是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沒有什麼 你就可以這樣改稅 這是法理論述的探討 這是國際戰爭法 第二就是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是在美國六軍告戰修正的 第六章 第一節 第358條 延伸出來 旅門政府不能集體合法 這就是在日內瓦和平公約的第47條 這都是有根據法源 不是我們亂說的 這都有警告法官 如果 佔領 佔領可以移轉主權的位 這都叫做美國 這都是他佔領的 所以說 我們在1830年到1840年 再來後 拿破仁的時代 就都戰地為王 佔領就都滑下了 但是這樣 經過國際法的專家 研究說 這樣不行 你佔領的時候 佔領不得移轉他國的主權 來 這是旅門政府的定義 就是說 對你自己的領土 旅門到他國的領土 不可以在他國建立自己的主權 既一個 法國旅門在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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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是他也相同 他也是旅門在倫敦 韓國 也相同 韓國在一起控訴年的時候 他將管轄治理權來交給日本天皇 但是奉得他還有 領土的主權 所以說在 旅門和平條約的第一條 他就說 日本天皇放棄韓國的管轄權 就是管轄治理權 所以說他當時 他旅門是在 中國的上海 韓國的上海 這個中國旅門政府在台北 Chain's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 這是他正式的名 這是我們在2009年 我們在2006年的10月期 我們必須長 搶228人來控告美國的國防部 和國務院 我們來控告的時候 在2009年四月期 我們立場的打斷 就是這五點 這都很重要 你們都會記得 那你能辦法辦法跟大家做改歲 來 台湾民政府 在2008年 他的切記 開始 就成立 民事政府 就開始成立了 戰爭法的體系我們剛才有說過 比書頂的時候就有說過 萌特維托的公約在國際法裡面的公約 國家 上一個國家 他要有四個要手 很簡單 但是在中華民國和阿扁的時代 他做領導人的時代 他有想要加進聯合國 但是我知道最終的 聯合國的秘書長潘基文 他也很趣 他進去看有這個台灣人民共和國 當時有這個國家 一看就說中華民國 所以說你不是一個國家 你不可以去聯合國 你沒有這些基本的要素 第一 領土 第二 政府 你要有政府 第三 你也要有人民 這個人 這些people 就是你要有選舉 就是說這一定憲法 以及這個外交款 這當然是一個正常的這個國家 當你有這些 組織之後 聯合國 他也非常反應 因為這幕前是194個國家 你一定要有這些要素 政府 後來要請問大家 這個領土是我們的 不是 這個政府是我們的 也不是 我們是他的人民 也不是 你是要怎麼進去聯合國 這很簡單 很簡單 這是一個邏輯 這個開樓宣言 宣言和公共 現在這個我簡單記一個例子 我們如果是公司要簽約的時候 是不是要有一個說明費 對不對 這個說明費 之後 就是說 還有一個意象書 要有一個意象書 這個意象書 就是說講得比較輕 我想我要幫你簽約 這些資料 這些我公司要做的 什麼產品 什麼費 這些機率 你不可以幫我涉辱 都說好之後 最後那是簽約 就是簽約 對不對 簽約下去 我們就是叫這個合約書 走 一些資料 重要的資料 重要的 我們都寫在這個 合約裡面 你如果寫完之後 這個說明費和這個意象書 是不是就不好 對不對 我們就依照這個簽約 來履行 這個開樓宣言 跟波斯坦公告 這個宣言是一個 你要用區體 要用條約來履行 但是它這不是沒有根據法律 所以說 開樓宣言跟波斯坦公告 都修行 就是說 要逼日本 你一定要導航 要安裝營 你如果導航之後 我會好得對待你這個 這些人民 還是種種什麼費 這是要逼他冠軍導航 但是 這個 1952年 1951年的9月8日 是簽約什麼費 前後的時候是簽什麼費 對 這個意思就是定義 定義這個意思 但是到最終的 我們依照什麼費 舊金山和平條約 來履行 但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我們在進行 在進行的時候 我們要不來上法律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 古今山和平條約 我們總不知道 這是中華民國裡面 所有 都總把你蓋住 包括你台台的法律 都把你蓋住 你都不知道舊金山和平條約 但是這條是對我們台灣人 最大的 最大的幫助 可以了解我們國際地位 就是舊金山和平條 這27條裡面 都寫得 硬硬硬硬 所以說 不要叫這個開羅選演 跟普斯坦說到 這都是不好的 就是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個義相書 所以說 我們各位動心 你一定要 很清楚的了解 你像我 我過去走得不到路 但是我現在 知道 所以說我非常堅持 堅持 我所選得的 就是台灣民政府 請問你們選得的是什麼 謝謝